Movie Movie Life is Art 剩下藝術制 相信大家已經欣賞了很多好電影 從電影探索另一種藝術的可能 真的令到眼界擴闊了很多 今次再和大家介紹多兩部會在藝術制播映的電影 兩部知名藝術家的紀錄片 一部叫曝光追影安東扣班的影像人生 另一部就是建築大師蓋瑞蓄寫 曝光追影安東扣班的影像人生 帶大家進入當代搖滾影像大師安東扣班的創作世界 安東扣班創作是橫跨電影、平面攝影、唱片封面設計、音樂錄像等等 它對搖滾音樂的熱愛轉化成最直接的影像創作能量 很多傳奇樂隊和音樂人 例如YouTube、Navana、REM等重量級的樂隊 在它鏡頭之下都特別好看的 曝光追影安東扣班的影像人生 揭開了安東神秘的創作世界 豐富的演唱會紀錄和巨星訪談 對攝影藝術充滿哲理的詮釋和反思是樂迷超性的電影 安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失控》 《Control》就講Joy Division主音Ian Curtis傳奇的一生 整部戲黑白影像贏不到烈 贏了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等全球26項大獎 而它最新的電影就是講James Dean還未上畫的Life 建築大師蓋瑞速寫是金像導演薛尼波勒第一部紀錄片 解構當代最重要建築師Frank Gurry的幻想世界 世界上最跳躍、最幽盟、最扭曲的建築物布拉格跳舞的房子 以及西班牙筆以包古今漢美術館都是出自它手筆的 這部紀錄片帶大家近距離觀察蓋瑞的創作人生 它隨手就可以在白紙上隨心所欲地畫下一棟棟光怪龍尼的草圖 然後還可以變成現實生活中的建築物 MovieMovie剩下藝術制就像尋寶一樣 還有很多很多和藝術有關的電影等著大家去發掘 大家可以在戲院和家裡的MovieMovie頻道看到 另外也可以上MovieMovie的網站找到更多詳情